中东加萨战火已经持续11个月了 而现在有可能暂时停火 因为加萨卫生条件越来越恶劣 在8月份的时候就有一个 10个月大的小男婴感染了小儿麻痹 成为加萨25年又出现的一个小儿麻痹病例 所以世卫警告 如果疫情不控制 恐怕全世界小儿麻痹都会卷土重来 所以施压以色列先停火 让加萨62万个10岁以下的儿童 赶快服用小儿麻痹疫苗 以色列因此宣布 这个周末会在加萨特定地区停火 让国际医疗团队进去供应疫苗 不过以色列的总理说 这是非常有限度的协议 不叫做第一步的停火 之后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会继续下去 加萨战火持续11个月 今年7月世界卫生组织WHO 在废水中发现小儿麻痹病毒 8月中一名10个月大的男婴确诊 成为加萨地区25年以来 首位感染小儿麻痹的病例 WHO不断施压以色列停火 让加萨地区62万名10岁以下的孩童 尽快服用疫苗 避免疫情扩散 以色列政府周四宣布 从这周末开始在加萨特定地区 停止军事行动 为期三天 并允许医疗团队在周日进入 提供疫苗 加萨中部为首波停火地区 然后是北部和南部 停火时间从早上6点开始 到下午3点结束 WHO官员表示 加萨必须达到90%以上的疫苗覆盖率 才能有效防疫 否则疫情会波及邻国 甚至扩及全球 Extensive exposure to virus the transmission we think is all across Gaza it's widespread and it's intense so it's going to take a a very rigorous effort to vaccinate all children and stop this outbreak and prevent its spread and this you know the neighborhood is you know has weak health systems like Lebanon is going through a crisis Syria is in a post-war you know situation so the risk of spread internationally remains high 小儿麻痹 口服疫苗有两剂 第二剂要在四周后使用 WHO与以色列的协议中 也包括第二剂疫苗的停火时间 不过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强调 这是有限度的协议 并非停火第一步 以国军事行动仍然会持续 以色列这周也在西岸占领区发动自以哈冲突以来最大规模军事突袭 以军与当地的巴勒斯坦武装分子激烈交火 两天以来已经造成17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多数为武装分子 其中包括一名伊斯兰圣战组织的指挥官 还有几名孩童遭迫击受伤 以色列外长宣称 突袭西岸是为了打击伊朗支持的恐怖分子 以军也封锁了当地医院 救护车进出必须查验 以军的突袭主要是回应11天前 发生在台拉维夫的自杀炸弹攻击 哈马斯向巴勒斯坦人喊话 鼓励重新发起自杀炸弹攻击 伊朗支持的叶门反叛军青年运动 上周五又在鸿海攻击悬挂希腊国旗的运游船 船上装载近100万桶的原油 大火持续延烧 环保团体忧心 海洋将受到污染 伊哈开战至今 青年运动已经攻击超过70艘商船 借此报复以国并施压国际 尽快促成停火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